那接下来看一下 最后其实做出来就大概 有五个按钮 那当然我demo 一下 那当然 首先我们会增加几个栏位 刚刚有提到 就是从发生日期这个栏位 增加一个年 年的话把它提取出来 然后呢 把那个发生的地点 地点部分 这边有区 把区拉到这边来 区可能比较简单 因为区的位置好像都固定 比较难的就是这个 什么接 因为什么接它前面 规则好像不太固定 因为它有些前面是区 有些是 像这个区 有些是零 有没有 前面这个字是零 有些也是区 有些甚至是零 有没有像这个是零 所以可能的 前面这个字可能的 可能的条件 你要把它抓出来 至少看得出来有三个 可能以这个来看是三个 看看有没有是第四个 如果有 你可能要把它抓出来 然后后面这个 可能也是三个 就是不是路 就是接 就是道 然后如果有这三个条件 我们就知道前面的位置 后面的位置 然后把中间的字再抓出来 OK 这个难度 其实这个地方 最难的应该是这个地方 然后最后如果我今天希望 再写一支程式 可以把它直接怎么样 套用进来之后 可以先把网络资料抓下来 然后并且帮我插入 第一个栏位 插入第二个栏位 插入第三个栏位 那我就可以产生我需要的资料 OK 我们来demo 我先demo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按下它 清掉旧资料 这个时候的话 有没有 你会发现很快 一下子就把资料 统统又产生了 这个应该是最新的 Ctrl 向下 这个应该是112年 这个又是新的资料 那有这个资料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再绘制什么 历年则线图 这个历年则线图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那个 就是 这个我把它先删一下 那原来在这个资料 我如果要绘制三个 这个 可以比如说按下这个 它就可以帮我画出 历年的那个折线图出来 然后 另外的话 也可以再绘制出比例图出来 最后的话 当然就是各 这个路接到前十名 全十名的 那可以看到 第一名好像不意外是中山北路 OK 然后中校东路等等 OK 那如果我假设 希望做出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该读的座 第一个的话 我需要先把资料先抓下来 那当然我们刚刚是手动的方式抓了 不过手动的方式 变成说每次都要出发 就像你要用滑鼠点一下 资料才会下来 可是如果你希望把它写成程式的话 第一个 待会你们先开一个新的空白的 空白的活跃布 OK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 你们可以看一下上 上方目前是没有那个 所谓开发人员的标签 那记得呢 你要把它打开 我不确定这边会不会每次还原 如果还原 你可能每次都要打开 如果没有还原 可能今天打开 应该现在就记得了 你可以从这个箭头 有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里面有个制定功能区 制定功能区里面就有开发人员 这个一定要打开 因为如果没打开这个 你后面 你就没办法写程式了 OK 第一个 制定功能区 然后第二个的话 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边开发人员就有了 然后点击Visual Basic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撰写对应的程式 我先把旧的这个 先把它关掉了 因为把它干掉 你们待会打开应该会 长得跟我一样 我把它其他全部先关掉 你可以打开之后的话 我是建议Visual Basic 可以稍微把它缩小 扶在上面 这样看起来会 比较能够看得到前面 也可以看到后面 前面的话就是程式 接下来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爬虫 不过在VBA里面 如果你要做爬虫 其实可以简单 也可以复杂 我是觉得最简单的话 有一个物件叫query table 这个query table 它自己写有点麻烦 所以我建议 干脆我在云端上面 提供给各位一个范本 你们待会只需要把那个范本程式 贴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并且修改两个地方就可以 拿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 你要抓的资料网址在哪里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它的编码方式是什么 就这两个 其他不用改 因为反正资料会改变 就是网址跟编码方式 其他好像都一样 OK 所以 我要怎么贴 第一个 我们先把那个程式先找到 在哪里 你们记得 可能慢慢习惯 我刚刚提到的 云端白板 这个云端白板跟讲义一样 只是说讲义不能感触 这边可以 你找到灵意这个 以那个 以资料会录这个 北施这个 奇怪的就是在云端白板的 第一个 然后往下卷到第十个页 这一段 把这一段程式码贴到 这个 这个 Excel就可以了 记得贴一页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再把那个 网址贴到这里 网址部分的话 好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网址编码方式 如果是big 5的话 那就950 可是如果是UTF8的话 记得换一下 65001才对 可是你说老师 那刚刚他不是显示big 5吗 为什么big 5反而是run 有时候他显示出来 不见得是跟他的编码来源 有时候不见得是正确的 所以反正这个资料 不外乎就两种 所以以后你干脆不用记这么多 反正就两种 如果这个run 你干脆改另外一个 OK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所以要不就是950 要不就是6501 这个蛮好记的 知情一下 看一下 有没有 资料下来 所以这个范本 当然你也可以拿来用在别的范本上面 特别注意 我大概几个重点再提示一下 1开启开发能源 2按右键插入模组 这个特别注意 然后把云端上的程式码贴过来之后 补两个 记得这个是分号 不能贴错位置 不过字太小 我建议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工具 选项 撰写风格 把9号字 改大一点 12号 OK 这样子 没有 记得原来这个 这个是后来贴上的 原来长这样的 贴的话是贴到这个后面 这样子 OK 不要贴错 如果你贴错可能是变红色字 然后这边650 这样就OK了 如果你想要重新抓资料很简单 执行就从这边上面去执行 执行的话 他就会先把旧资料先清掉 Sales.clear 就是资料全部清空 再重新下载 所以我如果 真错 假设我不希望城市 跑太快的话 那这边有一个组行 组行或者你可以记一下F8 我们按F8 按一下 Clear 清掉了 网址给你 这个是 逗点隔开 对 编码UTF8 最后一行就下载 是要下载 请各位先试试看 爬虫向就OK了 我觉得至少比 从网路上下载 然后再取 我觉得会比较好效率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我现在就位置 谢谢大家